百花图卷 北户画中都标注甘之 关于其子带的寓意 目前学界还在争明 前世故事中依据的是 《诗奇宝鸡》中的推论 画中天干代表 贺少师所作的年份 因此续日出生 对应的秉承 代表的就是公元 一二五六年 在那一年保佑六君子 弹劾奸臣前下 丁大全 也在那一年 文天祥前往临安殿市 并改字为宋瑞 从古至今 人们对谢道卿褒贬不一 历史上谢道卿签投降书 贵降援军 而前世里 谢道卿极力救国 这个剧情参考了宋史中 对他的记录 得有元年 援军建制南宋都城临安 谢道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除奸贼 结费用 续国力 两宋时期 人们越发贯造之人 博物学族将庆盛 且在那间国宝上 已经有所体现 这间国宝的 图路式的图文变排方式 也跟宋代的 境内板草 理成岩板草 梅花式神谱等 博物图谱非常相似 这幅百花图卷 也是陪伴在 捐证者张伯军先生身边的 最后一件国宝级的文物 老先生个人收藏的 大量历代书画作品 也被他无私地转让出来 我明远也专门设置了张伯军馆 来纪念这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守卫者